普通人去到哪里能捡到黄金 我国现在的黄金储备是6464万盎司 但是自然界中还有很多未知的黄金矿石 老百姓们在自然界要怎么去发现黄金呢 如果在野外发现了黄金 要上交吗 今天这期视频 老黑就来跟大家讲讲 普通人去哪里能发现黄金 全程高能将会颠覆你的认知 一 新疆阿勒泰地区 很多人不知道 新疆阿勒泰地区可是被称为我国的黄金之乡 那里的金矿纯度甚至高达99% 而且毫不夸张的说 这地方真的是散步都能采到金子的程度 就在2015年年初 新疆阿勒泰地区一个牧民早起上山放牧 居然捡到一块7.85公斤的金子 而且外景居然长得跟狗头一样 经过鉴定后得知 这块黄金就叫狗头金 虽然纯度不是特别高 但是狗头金除了金之外 还含有石英 铜 银等矿物质 所以狗头金本身就极其罕见 更别说十几公斤的狗头金 据说当时还有人开了300多万的高价 跟牧民购买这块狗头金 二 云南瑞丽 这个地方也被称为淘金者 月入百万的快速致富之地 虽然不是遍地黄金 但确实金矿丰富 除了黄金以外 那里的珠宝玉石也十分丰富 三 内蒙古赤峰 赤峰也是我国最容易捡到黄金的地方 早在1998年 赤峰一农民就在小河里摸鱼的时候 捡到一块石打石的金牌 那么知道了能捡到黄金的地区 我们怎么才能知道脚底下有没有金子呢 怎么分辨脚底下有没有金矿 你知道吗 2019年1月 澳洲一队夫妇在海边买下了一栋别墅 结果发现 别墅底下900多米深的地方 居然藏着一个大矿泉 矿泉距今2000多年历史了 里面有大量的金矿等物质 夫妇俩就靠着这个金矿 每年躺赚4000万美金 这种人在家中坐 金从地底来的快乐 相信很多人都想体验一下 那么我们是怎么知道自己屋子底下有没有买着黄金呢 其实这也是有小窍门的 专业的金属探测器 咱们普通人当然是没有的 但我们只需要找到这两种草就行 只要是金矿上 就基本上会长出这两种草 那就是问金草和石竹 首先是问金草 问金草也被称为问金草 西金草 早在古代就有传说 它是一种能从地底取黄金的植物 所以古代一些挖金人都把问金草 当做天然的黄金探测器 虽然传说太夸张了 但是问金草确实喜欢黄金 喜欢长在金属含量高的地方 它们能从金属中吸取黄金元素 来促进自己生长 所以黄金越多 它们长得越茂盛 你要是发现你家周围长着茂密的问金草 那就赶紧挖挖看 可能就有黄金 跟问金草一样 石竹也是专挑有黄金的地方长 比如我过山东焦东金矿上 每屏风里的金矿上 就会长出十几二十株石竹 而且早在1985年的时候 就有科学家研究过石竹跟黄金的关系 最后研究得知 石竹跟黄金是半生的 所以石竹能直接指示金矿的植物 所以怎么找金矿 我们已经学会了 那么如果我们在野外挖了金子 可以自己留着花吗 如果在野外挖出金子 能自己留着花吗 2018年媒体报道 国外一男子退休后闲着没事 在澳大利亚北部的野外 捡到了不少黄金 最大的一块有6.46基 值55万人民币 自那之后 该男子经常去野外挖金子卖钱花 但这种事在我国是不可能发生的 不管你是在野外挖到金子 还是在自己家地底挖出了金子 从金子重建天日那一刻起 他就自动属于国家 普通人是不可以把挖出来的金子 拿去卖钱的 这是违法的行为 虽然听起来好像很不讲理 但是国家法律是这样规定的 埋藏在地底的东西叫做埋藏物 是没有施主的东西 所以也叫做遗失物 普通人是不能随便占有的 不仅如此 黄金还属于矿产资源 矿产本来就属于国家所有 更加不属于个人了 所以不管是在哪挖到黄金 都不能卖钱 只能上交给国家 不过上交国家之后 国家也不会亏待你了 能得到国家颁发的 十金不美的小锦旗 或者奖金 那如果真的是家里 祖传下来的黄金呢 能不能卖钱呢 这也是不可以的 祖传的只能收藏用 因为你没办法证明 黄金是不是你祖传 还是从别处得来的 这些也都找不到证据 所以一旦你卖了 就是倒败国家财产 这也是违法行为 我是老黑 你不知道的小知识 都有我来告诉你 欢迎评论私信轰炸 咱们下期再见